那我们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就比较大一点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论坛叫中国发展论坛 然后您认为中国现在正在发展吗 在您眼里这个发展是一个是一个怎样的途径 我认为我认为经过中国来讲的还是的确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决心和发展就是中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一般用的实惠 所以你必须讲我去年年初写的一个叫做中国社会与政治发展 所以他讲的我认为他一直说发展是一个比较一个不断的改进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发展可能比用改革用变革这些东西可能更能够体现中国今天的社会 所以用中国发展论坛是比较好的 那老师您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一直做你自己的一个努力 然后我们非常好奇就是老师您觉得在这几年来 你对自己最满意的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而最不满意或者最让你困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最近几年我实际上主要做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关于中国的法治的推进的问题 因为我和霍卫方他们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我比较责动于一些对公民资本权利 去到侵害的问题的总体性的一些问题 比如早几年我一直都联究老教 特别联究上反老教案 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认为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劳动教权制度批判 我把一本一个上返的案例总结出来 开全国人道的时候我把这些本书送给到所有的人道代表 我只能找到的人道代表都送给他们 当然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教练通过职联这么多人的努力 最近这个劳动教权制度终于要飞去了 当然不是我一个个人的功劳 我认为也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 但是它是一个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认为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批评和富含可能是有意义的 第二个问题我研究的主要是土地 户口制度问题 这个土地制度是我最近几年研究的比较多的问题 有土地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当然我们提取了一些抗状 但是还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对性反是我从04年开始就进行研究的一个问题 大家中央都说性反 户口这些东西要改革的 虽然我主要的研究领域就是这四个领域 就是土地 户口 性反 劳教 因为这几个问题在我这里是比较联细在一起的 所以总的一讲我认为就是看来这几年的发展来看来 今年取得的效果比较明显 就是说中央对很多问题包括土地户口这些都开始表态了 那老师您觉得在这几年来有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遇到比较大的阻力 或者说你觉得比较困扰的吗 最大的阻力实际上是来与你对地方政府的这种批判 因为特别我都研究土地的 但很多农民他的土地向政府抢走了之后 找我们哭诉 我们想为他恢复他旋律的时候 你感到你是福能为力的 所以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哭了 那么我们下一个问题是您在新浪微博 知名人物拥有很多粉丝 然后也可以看出您对微博这一新兴的网络平台 是有很高的评价和期望的 但是对于您所致力帮助的一些人 比如说农民农民工或者是另外一些社会底层的人 他们可能是中国最缺乏条件参与到网络中来的群体 然后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社会段怎么样 他这个当然是必然的 因为你新媒体的运用 他可能是对一般的底特民众 他可能是一个有一定的障碍 但是实际上你要看到一个问题 因为他可能通过一些是他的方法 把这种声音表达出来 他通过他们的子弟 通过他的朋友 还有一些新的这种所谓的公民智者 他们采访他 把他放进来 实际上这个鸿沟的一个问题 它历来是存在的 当然有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重视这种微博 这种新媒体 它的确为所有的中国人同样的打开了一张大门 但是这一张大门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它 可能只有小部分人才能够使用它 但是这是必然的 但是这种鸿沟的曲线 我们不要感到恐惧 它终究打开了一个缺口 这对我们可能是最重要的 那想再请问一下老师 就是其实我们关注老师的微博 也会发现老师经常会分享一下 和关于讲课的事情 其实我们作为学生也非常好奇 对于这些公务员或从政人员来说 他们作为学生的时候 他们去听课的感觉是怎么样 你觉得这样的效果如何 这几年我差不多讲到四十万的官员 有省委、省领导 一直讲到的乡政、党政、干部、乡政、干部 不同的人对一个问题 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但是总的一讲 他们还是比较认同这些观念 特别是关于信法、劳教 关于土地、关于群零事件 他们是认同的 因为这个讲课你要注意一个问题 党政、干部讲课 假如他认为你没有利益的话 他不会找你 所以我包括知病海认同他们 对这个讲课是认同的 由于他们认同 所以他才不听得起你 这个讲课不像国家规定 你必须听的 因为他要付费的 付费的 当然他必须有人介绍 所以这个人讲得很有意思 我们请来讲吧 所以你看 我实际上到政来之前 我在讲课 回去之后马上还讲课 过了年初八开始又是讲课 他就说他很多 把所有的党子 干部教室指导 他的失望力 一讲一讲 对他们带了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对中国的这种 观想的认识 不能一刻再排斥他 他说他们中间也很想找到一些 他们比较认同的一些观点 那 他自然来讲 要很想 要很想 能优优独播剧 才感觉 一概念 这